铺满庭小鹰 让人联想的是在2004年 你听看这个音乐 这是2004年 在2月28号下午的时分 大家牵手护台湾当时的场景的音乐 那么透过这个音乐 我们看到小猪的活动 现在明天的活动 似乎都离不开小猪铺满 很多人联想到 2004年同样关键性的一场选举 很多人透过了一双手 举起之后来护台湾 而现在2012年 目前是出手出力 还出的是他们仅有的荷包 一点点的钱 那么两者之间比较起来 这回民众要求变天换政府的心意 似乎更强了 现在小猪铺满 几乎那么都起爆 在蔡英文的竞选总部 现在初心招的是什么 明星党今天举行记者会 宣布小猪许愿指的活动 就是支持者可以来总部领小猪时 顺便领许愿卡 等小猪的钱存满之后 可以顺便把心悦写在卡片上 塞进小猪里头再送回总部 未来民进党会将这些许愿卡公布 当作民主的见证 许愿小猪带到一张许愿卡 是能够上代表齐聚一堂 手上拿着小猪托满 肚子里头吃满零钱 不稀奇 最特别的是他投了一张许愿卡 我们除了养小猪之外 各位也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想的话 写在祈愿卡上面 然后也投入小猪 我们也会一一的把所有祈愿卡 大家留下来的文字 我们会把它集结起来 这等于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第三年老水果大风波 卸成大灾浪 特价都低于成本 希望我们小猪能带领我们 龙大饼教育伍爹 我们的小猪才是真正的残户于民 随时我们就可以冲动 小小的许愿卡持着满满的心里话 送回总部后就放进许愿猪圈里 每只小猪代表一生名义 大概在21号开始总统登记之前 在考虑说 是不是做第一次的小猪的召集活动 这个召集活动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大猪小猪手牵手 陪同小英选总统 10月21号总统参选登记日前 将会有一波小猪动员令 民进党期待重现过去228 牵手护台湾的盛况 用千万小猪的力量问鼎总统府 三线王汉杰 陈贝廷 新闻市采访报道 一个铺满代表台湾许许多的希望跟故事 当这个铺满效应持续在发酵同时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场景 这是在嘉义县 也成立了另一类的养猪协会 不但宣扬养小猪救台湾 并且要把回收的小猪铺满大改造 像是变身为小猪灯笼 或者是兰花盆栽等等 他们要证明 小猪铺满有非常多用途 其实是非常环保的 国民党不用太忧虑 因为每个铺满代表 人民的心声就是要换政策 养小猪救台湾 当种盆栽 要这样子 嘉义的养猪协会宣布成立 只不过要养的是桌上的小猪铺满 民进党嘉义县党部主委林秋桂 还是嘉义县养猪协会的理事长 这回他要宣扬养小猪救台湾 过去养猪是要拼经济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南地鼠定也是我们的党部主委说 这一次养小猪意义特别大 这个是为了要铺满小鹰的一个总统路 然而兰茵批评这么多小猪铺满不环保 其实大猪背小猪再串个灯泡 就是一闪一闪的小猪灯笼 或者还可以变身为兰花盆栽 美化环境 大家头上还戴着小猪帽子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猪的一个灯笼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像这样的一个小猪的一个盆栽 然后它未来就是它还是有它其他的功能 民众发挥创意 协会更计划小猪回娘家之后 让千万小猪灯笼照亮小鹰的总统路 三内心有廖国雄 嘉义宝